大家好,我是风明星 那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去实现了文章详情的一些功能 那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去完成文章详情里面的一个评论的功能 那评论的功能的话,我们会大概涉及到这样一些知识点 第一的话呢,是关于评论信息的一个读取 那在读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关注一些细节 那我们在读取评论的信息的时候,如何去减少数据库的一个,比如说读的操作 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第二的话呢,是我们如何去实现一个发表评论的功能 那以及在发表评论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用户的输入信息去做一个相关的验证 那客户端验证和服务端验证 那这个的话,大家也需要去关注一下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关于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CSRF的一个验证 那间隔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安全验证 那如何用它去防止跨站请求的一个伪造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问题 那第五个的话,是关于表单的一个使用 OK,那是这是我们整个课程里面啊 本节课程里面会涉及到的五个知识点 那这五个知识点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内容蛮多的 所以我们呢,抓紧一点时间 那在开始正式看代码之前的话 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功能 那我们的这个博客的话,进入到文章详情页面之后 那用户其实是可以在这里面去提交评论或者是查看评论的 对吧,提交评论或者是查看评论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是用户登录的情况 对吧,那就会用用户登录的信息去发表评论 如果是用户没有登录的话呢,需要用户自己去填写这样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去写了一个,比如说是叫做张杀 他的email的信息 他的http URL的一个地址 然后他的评论的信息 好,点击提交 提交的话呢,我们这地方是有一些相关的验证的 包括我们的邮箱 包括我们的邮箱 对吧 都是有相关的验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客户端列验证是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验证 我们是用的html5自带的这个验证的功能去做的 并没有借助其他的一些 好 然后我这样填小信息之后呢,去点击提交 提交 提交之后 提交之后 在我们的后台里面 当我们的后台 博主的后台里面的话 他可以去看到用户提交的内容 对吧 这是给他提交过来的内容 然后呢 也可以去添加评论的内容 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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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见 好 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回复 比如说 我们的博主去做这样一个回复 然后用户的话呢 是admin文章 他的负集的评论是多少 好 然后选择之后的话 然后再来刷新 好 你会看到 哎 在我们刚才张三的评论下面呢 多了一条我们回复的一个信息 对吧 但这个的话有很多的可以去评论的东西 好 可以评论很多的东西 但这个地方也没有完全去做完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多少台评论 对吧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完善 包括这地方用到的这个头像 用到这个头像是怎么去获取 怎么去做的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 自己去完善一下 我们呢是关注评论的这个功能的实现 好 OK 好 这是这个功能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评论的功能实现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在我们的 RTQ的这个 VU的函数里面 我们呢有一个评论表单的注释 然后还有一个获取评论信息的这个代码段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获取评论信息的这个 获取评论信息 我们在获取用户评论信息的时候 注意啊 我这个地方有一点小小的技巧 大家要去关注一下 注意我在这个地方去查询文章 所对应的评论的时候 只用了一句查询 去把所有相关的这个文章信息的评论 都查询出来 对吧 都查询出来 所以在我们对应的这个sicle里面啊 他生成的sicle应该是非常少的啊 应该就是一条sicle就可以搞定 应该就可以搞定 但是啊 我们实际在评论显示的时候 对吧 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层级关系的啊 副级的评论和这个子评论啊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博客主人对来访用户的一个评论 对吧 他是一个子级的评论 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层级关系的体现 那这个层级关系的一个体现的话 我是将所有的评论信息取出来之后 通过波循环对吧 对取出来的一个内容 去做了一个筛选 去做了一个筛选 具体的筛选的话就是 我去拿到这个评论之后 我去拿到一个评论的这个对象之后 然后我再到我的一个评论的容器列表里面去判断 有没有这个评论 对吧 有没有评论 这个评论的话 他的pid就是说他的负级评论是不是空的 对吧 如果不是空的 他是不是和我的当前的这个评论啊 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说明呢 哎我的这个评论 对吧 我的这个评论属于某一条评论的一个子评论 所以我会把它加入到啊 加入到我对应的那条负评论下面作为他的一个 指评论的一个列表 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是通这样子去给他把子评论啊 通过判断一条一条的加入到他所对应的负级评论里面去的 然后的话 我加入进去之后啊 加入进去之后 我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负级和纸级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这段代码的话 大家去自己去分析一下 去看一下啊 去看一下 如果是我这个pid 对吧 但我这个评论如果是为空的话 说明他就是一个负级的评论 对吧 他下面没有指评的 所以我直接就加入到我的这个command的一个对象里面 对吧 command list的一个对象 这个list就是我在模板里面会用到的这个 这个列表的这个对象啊 我通过这段代码去做做了一个 评论的层级的一个划分啊 ok 好 这是这个啊 在这个 那在这个的话 大家要注意啊 大家要注意 我们其实在实现的时候方法有非常多 我这是其中一种啊 就是将所有的评论 全部的一致性的取出来之后 然后再对取出来的一个结果去做一个归类 对吧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还有一些方式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查询的时候 在获取到查询结果的时候 就去做这样的一个划分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 加一个pid等于浪 啊 然后你在下面紧接着再去加一个 啊 pid不等于浪的对吧 不等于浪的话 要接触到这个扣查询去做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不去讲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了解一下 好 我这样子去查 就是 将这个负评论 把这个评论 是负级评论的 一级评论的先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哎 我再去找他对应的 这个评论所对应的下面的一些子评论 然后再把它取出来 对不对 那样也是一种方式 那样一种方式的话呢 但是不是一种推荐的方式 因为那种方式的话 我会去数据库里面查询很多次 那你这样查询很多次的一个结果的话 就是说 啊 可能会浪费掉一些数据库查询的这个连接的资源 啊 其实这是一种不推荐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写这个将个程序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啊 有一个 呃 原则的话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 少的去读取数据库 啊 如果是你在完成一个同一个功能 代码之下 比如说你一次取数 就能够把这个功能完成 啊 然后呢你也可以比如说取个两次三次的数据 然后才能把这个功能完成 那首先我们会考虑只取一次 就是通过一次查询 就把所有的这个代数据取出来的这种情况 啊 这样的话 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啊 啊 你的那个查询太多 然后导致你的一个查查询的一个效率的一个低下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次性查出来的这个数据也都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我这样子去做啊 能够呢去提升一些效率啊 提升一些效率 这个地方要要注意一下 啊 大家平时在写程序的时候啊 你对自己写出来的程序 你可以去借助到我们的下面的生成的这个sicle代码去做一些分析啊 做一些分析 这样的话有助于你去真正理解我们的jango 好 这是啊 关于评论信息的一个读取啊 一个读取啊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些问题啊 评论评论读取 读取这一部分啊 读取的这一部分的话啊 还有一项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地方的模板里面的一些循环啊 模板里面的循环其实也是很简单啊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comment list的一个对象 我从这个对象里面去便利便利到之后 如果啊 检测到他还有就是chosen的一个comment 就是他有指评论的话 我再去循环他的指评论对吧 那这样的话把它循环出来啊 这样我的指评论就会显示到负级评论的下一集 好ok 好这个地方再补充一个 好那第二个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的话呢 要注意啊要注意 发表评论我们在这个地方 关于模板里面的代码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很简单的我们在我们的模板里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客户端的一个验证啊 但是呢大家在模板里面其实是没有看到啊 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些html的表单的元素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form里面去定义好的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评论的表单啊 评论的表单 评论的表单的话呢 我将评论要用到的一些字段的信息对不对 一些表单元素 那我在这里面去给它定义好 定义好了之后 那注意我这个地方啊 没有直接去使用 比如说form.is 下方圈P或者是.is 下方圈URL这样的去做 是因为我们的表单元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怎么样呢 它有自己的比如说class 对吧 或者自己的一些属性 那我在我的form定义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东西写进去 写进去之后我在表单去进行调用的时候 我直接去通过表单的对象去调用 对应的表单元素 比如说作者啊 作者的这个表单 作者的这个表单 对吧 我定义到这样的一些属性 那它在给我生成这个表单元素的时候 生成这个表单元素的时候 你会看到对吧 它是按照我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些属性去生成 所以当你 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前端给你的页面当中 可能会有class的这些属性啊什么的 那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将一些特定的class 或者是样式的一些东西 你把它写入到你的 这个对象里面 对吧 然后在模板里面直接去通过表单 调用你所对应的表单元素的对象 那这样的话 它就给你生成出来 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哈 想要的一个东西 ok好 这是这个啊 这是这个 然后这里面的服务端验证 其实做了一些简单的 做了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require的 就是说必须填写 当然require等于force的话 那就是不是必须填写的元素 如果是没有去定义require等于force的话 那我们的这一些项 比如说url或者email的话 它就是要求一个必填的项 对吧 必填的项 这里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定义的验证 就除了什么require的 它本身有的 还可以去做一些自定义的 可以通过它的clean的一些方法去做 但是这个这个里面的话呢 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 我把这个地方用到的一些东西给大家 资料给大家就是整理了一下 大家可以去这些资料去看 比如说表单的验证 对吧 它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验证 可以去参考一下官方的一些资料 ok 好 我定义好这个表单之后 在模板里面这样去调用 模板里面这样去调用 但是在我们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对吧 我们的这个表单 是有可能会有默认值的 对吧 表单的元素它可能会有默认值 就在登录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表单的元素 它应该是会默认把登录之后的这个用户的一些信息 给它默认填上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我们实际的代码里面 为右的代码里面 拿这个地方去创建了一个表单的对象 我们的评论表单的对象 评论表单的对象的话呢 通过字典去初始化了一些值 初始化了一些值 这个值的话呢 包括这个评论人的信息 email 或者是这个个人的网址信息 还有一个是文章的ID 那这个地方是如果是判断到它登录的情况下面 对吧 去初始化这样的一些值 s如果是没有判断到登录的情况 没有登录的 我就只是去初始化了它的这个article 就是文章的ID号的这样的一个隐藏的标签 隐藏的文明元素对不对 通过这样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定义的表单元素的对象的话呢 在我的模板里面可以进行一个使用了 对不对 进行一个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直接去调用它对应的表单元素 表单元素 好 这是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表单元素 然后我们去发表评论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写入数据库的操作 我们在发表评论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提交评论的操作 提交评论的操作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表单对象去做了相应的验证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表单的 foam的这个对象里面呢 是有一个isvalid的一个方法 通过它我们可以去对表单的一些提交信息 做一个服务端的验证 如果是没有通过验证的话呢 它会把错误的信息保存在一个arrows的一个这个对象里面 一个对象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arrows的信息 比如说直接输出到页面 或者是通过ajax的方式 把这个forms呢 通过ajax的方式传给到客户端去进行处理 然后如果是验证通过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去创建一个评论的对象 创建一个评论的对象 创建一个评论的对象 创建一个评论的对象的话呢 要写入什么样的数据 对吧 在这里方做了一个出死化的一个操作 最后通过一个save方法 将评论的信息进行保存 这个是发表评论 但是在发表评论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进行一个提交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 Jungle它是做了一个csrf的一个防止跨站提交的这样的一个验证 所以关于这个验证的东西 大家也是需要去了解的 在我们默认的Jungle配置里面 在我们的midware里面 它是加了这样一个东西 默认是加上了的 因为安全性的东西很多Jungle是默认帮你处理 就是默认加上了的 它这个的话加上之后可以去防止一些非法的用户 进行一个跨站的请求 比如说远程数据的提交等等 然后我们在提交表单的时候 提交这个forum表单的时候 post提交的方式 它就会去验证 去验证我们的这个csrf的一个token 这个token 所以你会看到我在这个forum表单里面 加了这样的一个标签 csrftoken的一个标签 我加上这个标签之后 它会去帮我生成一个有效的一个token 当我提交到对应的这个vio的时候的话 它才能够通过验证 否则的话 如果是我没有这个token提交 比如说我假设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的话 那整个间隔的话 它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非法的请求 比如我现在刷新的一次页面 刷新的一次页面 然后再去提交 好 再去提交 提交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出一个这个 就是403的一个安全验证出错的页面 是因为呢 我们是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验证 对不对 它部分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安全验证 所以我们需要去 当我们进行post提交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token 传回到客户端去做验证 所以我们去查看网页原代码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刚才加的这个标签 它其实是生成了一串这样的一个token 对吧 这个token它是会拿到服务器端去验证的 验证通过的话 它才会让我们正确的提交数据 比如现在去提交 那就能够提交上去 对吧 因为我这个表达是带有这个token 这个token的话 它是随时就你每刷新一次 它这个token是会去变化的 它是来用作一个验证的一个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的话 当一些非法的用户 比如说他通过一些远程表达的数据 进行提交的时候 他就通不过验证 只有在你的网站上面去提交的时候 他才能够提交成功 所以这样的能够去防止一些非法的用户 进行一个跨站的提交 跨站的一个请求 OK 好这是这个 大家可以下来之后自己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 这个这个token的验证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取消掉 这个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己下去了解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form 对吧 有的时候可能做起来太麻烦了 我觉得 而且我的那个方法可能安全性 也不是特别重要的时候 你可以针对于单个为优的一个函数 把它的这个token验证取消 那你在这个form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去加了 不需要去加的话 但是提交过来的话 你需要在这边去加一个 装饰器 就是csrf 像不像exemp 你需要去加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 但这个装饰器的话 你首先要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引入进来 对不对 好引入进来 至于怎么去操作的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了解一下 就是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jango 取消对某一个post提交的微软函数去做这个跨站请求的安全验证 它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呢 不建议大家就是说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登录啊 注册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更敏感的一些操作去 去那个放弃一个csrf token的验证啊 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既然交给提供给了你啊 所以能做的 我们尽量要去保留它的原来的这个方式 针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话 你如果觉得有必要去取消它的这个验证呢 你可以用我刚才说的那种方法去取消掉就ok 好的 这是这一个 好 这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先到这里啊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了评论的这样的一些功能的实现 具体的代码的话呢 到时候大家看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课件哈 大家可以从课件里面去下来到 然后下来之后大家呢 去参考资料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哈 就是本节课设计到的一些知识点 通过这些参考资料自己再去加深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呢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